中共军机对加拿大直升机开火 访台日本游客减少是板明夫分析原因 影片曝光徐春英歌颂毛泽东 哈马斯精锐部队成员揭出高层命令 弹火延烧比利时钻石叶将受冲击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六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说一说 之前广告的三高代谢宝的一些用户反馈 佛州70岁的凯丽女士有10年的糖尿病时 她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她的头晕问题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她准备再次购买给她患有痛风的儿子也试一试 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给患有失智症的母亲 使用三高代谢宝 母亲的症状也明显地得到了改善 还有更多的关于糖尿病 手臂无力 尿道发炎 鼻痘炎的朋友们的使用反馈体验 您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 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 健康无价 我们真心地希望三高代谢宝 能够成为您健康的好帮手 好的 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中东 真主党是否向以色列宣战 以哈战争是否会扩大 是全球都在关注的议题 与此同时 中共进一步的在印太挑衅西方 甚至对加拿大军机开火 全球距离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更进一步 CNN11月3日报道说 在10月29日 加拿大军舰沃泰华号穿越台海之前 随舰直升机在南海国际海域上空 遭遇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 驾驶这架直升机的加拿大少项米伦说 当时直升机正在军舰上空 约910米处飞行 侦搜可疑舰艇 中共歼11突然插入 距离直升机只有30米的地方 并且朝着加国直升机发射一枚热焰弹 米伦痛批 这对直升机来说非常的危险 因为太近 热焰可能进入直升机的螺旋桨或引擎 后果不堪设想 米伦还说 当歼11靠近时 自己明显的感受到机身 因气流不稳定而震动 为降低风险 米伦把直升机下降到距离海面 约有60米处 因为直升机可以在这个高度飞行 但是对于中共的歼11来说 非常的不安全 这次挑衅并非是偶然的现象 不仅是美国两年来 就被中共拦截近200次 但加拿大就在两周之内 遭遇两次挑衅 一周前加拿大极光海上巡逻机 执行联合国制裁朝鲜的任务时 被中共军机 以不足5米的间距贴身飞过 米伦也告诉CNN 加拿大和其他国家 都曾被中共战机近距离挑衅 不同的只是 中共通常挑衅固定义军机 这次遭遇热焰弹的 是体积较小的直升机 情况比较罕见 最近 伊朗正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游说 试图结盟 对抗以色列和美国 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安 不仅前往卡达尔 还要求土耳其采取 对以色列更强硬的立场 黎巴嫩的真主党 不断地用火箭轰炸以色列 以色列派出7万大军 驻守和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界 并且不断地进行实弹演习 中东走钢索一般的局势 随时可能会失去平衡 中共就在这种背景之下 强化对西方的挑衅 南海台海局势不断地升级 哈马斯领导人 最近接受埃及电视台专访时 还爆料说 中共将效仿哈马斯的手段 突袭台湾 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3号在社媒发文说 台湾一定要以这次哈马斯突袭为借境 千万不可 什么都不在乎 到目前为止 全球四个火药库已经爆了两个 接下来是南海及台海 而牵动这两个地方安危的最关键的就是习近平 谢金河说 最近因为以哈战争 全球严重的分裂 大家也认识到了TikTok的威力 在中国抖音协助之下 政协颠倒 以色列反而变成了恐怖分子 北京认知作战之下 以色列内外不适人 陷入近对两难的窘境 身为财经专家 谢金河分析 从以色列遭到袭击到今天 以色列股会是双跌 但是没有崩溃 这是因为中东战火对油价的影响虽然高 但是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较小 可是如果台海有危机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可能就是核弹级的效应 资深媒体人石川早前曾预测说 中共遇到两个事会出现大崩溃 一个是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 另一个是长期的经济大萧条 从疫情过后解封至今 中国的经济不仅没有起色 而且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 外汇储备接近枯竭 银行危机日渐浮现等等问题 经济大萧条的各种迹象出现 如果这时习近平选择对外开战 可能亲手葬送中共 台湾国防院学者苏紫云对自由时报分析说 中共是尝试在战争边缘游走 苏紫云表示 中共用战机近距离的拦截挑衅不是个案 是系统性蓄意的做法 说明北京现在想走一个战争边缘的手段 因为中国自己也知道 海空方面的科技能力远远不如美军和盟国 目前如果发生海空战争 对共军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所以中方现在是在玩博弈的小机游戏 也就是不要命的一方最大 北京刻意展现强硬 一方面是想嚇阻西方船舰 另一方面是想压迫周边国家 包括菲律宾、越南等等 甚至还包括台湾、日本 希望这些国家会让步 这样北京就能获取政治利益 台湾最大规模的观光旅游展览会 台北国际旅展11月3日开幕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施板明夫注意到 会场内有许多关于日本的宣传展览 显示台湾游客偏好日本 不过相对而言 到台湾的日本游客数量相对减少 施板明夫分析原因 据台湾媒体报道 第一天进场参观人数接近58000人次 将去年同期增长了87.9% 这代表市场正摆脱疫情的影响 施板明夫发文说 台湾人偏好日本 很多人每年去好几次又肯花钱 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客户 不过有些令人遗憾的是 日本来台湾的游客人数少了很多 今年5月份是7万多人 仅仅是疫情前2019年12月份 日本游客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最重要的原因是日元贬值 疫情前35000日元就可以换1万台币 现在却需要46000日元 台币升值了30% 在日本东京吃一碗叉烧面大约是800日元 在台北市一碗牛肉面大概要1200日元 施板明夫直言 在许多日本人的心中 台湾是一个又便宜东西又好吃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种物价让不少日本人却步 反而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 日本的物价变得非常便宜 所以去日本玩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此外 施板明夫还提到台湾的观光资源 大部分集中在台北 从故宫台北101到各大夜市 台湾其他城市的特点就不突出 交通时速也不太方便 让人觉得去一次台北 就可以10年不用去台湾 最后 施板明夫说 近两年国际社会都担心台海爆发战争 这也导致外国游客不太敢来台湾 关于这一点 他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加强国际宣传 避免大家过度的起人忧天 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当中 包括疑似有统战背景的徐春英 引发轩然大波 11月3日 网上流传一段影片 显示徐春英打扮成红卫兵 和一群在台湾的中国配偶 一同高唱共产歌曲歌颂毛泽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4日回应说 不分区名单还没有确定 徐春英需要为自己辩护 网友爆料说 影片是徐春英2018年在桃园某餐厅拍摄的 当中徐春英戴着红领巾 笑容满面高唱 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首歌曲是在歌颂毛泽东和文革 强调永远跟着党走 民进党表示 我们不希望影片是真的 但是如果影片为真 柯文哲不只是本人崇拜毛泽东 现在连民众党可能的不分区立委名单都提名高唱文革歌曲的红卫兵 根本是国安如无误 把国门当成共产党的后门 第二天 柯文哲在台东拜票时被媒体问到此事 柯文哲说 徐春英是自己报名不分区立委 如果遇到质疑 徐春英要应付 对民众党来说 反正那个不分区名单还没有决定 早前被指在中国担任共产官员之后 徐春英曾在10月27号发新闻稿表示 我没有在大陆加入共产党等任何政治党派团体 也从没有对媒体说过自己是中国国家干部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11月1号公布一段哈马斯成员 鲁莎被俘虏之后受审的影片 鲁莎承认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平民的突袭当中 哈马斯高层下的命令就是见一个杀一个 据纽约邮报报道 哈马斯成员鲁莎被以色列军方俘获之后承认 自己在10月7号突袭行动当中杀害了大量的妇女和儿童 鲁莎说 我们被部署在加沙边界卡法阿扎 任务就是杀人 他告诉我们不要绑架以色列人 只要杀掉他们就好 鲁莎强调 哈马斯高层要士兵们杀掉每一个看见的人 然后才回家杀 鲁莎回忆说 他们先冲入房子放火 然后哈马斯士兵就在村子里到处开枪 击毙平民 无论是妇女儿童还是老人 鲁莎特别提到 他们没有放过避难房间里的孩子 他们朝避难房间不断地开枪 直到再也听不到声音 鲁莎表示 穆斯林禁止杀害妇女儿童和老人 但是哈马斯精锐部队 鲁赫巴的军官仍然命令他们杀害所有人 这很矛盾 据悉 鲁莎的家人并不知道他是哈马斯成员 他说 如果我的父亲知道 他会开枪打死我的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许将延伸到钻石行业 为避免连带受到制裁 比利时钻石行业只好转向加拿大 非洲国家进口原钻 这可能给这个行业带来损失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欧洲的钻石之都 这里有全世界最精湛的钻石切割技术 且有500多年的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每10颗圆钻当中 有8颗被送到安特卫普加工 全球80%的钻石交易也在这里进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盟已经对莫斯科实施好几轮的经济制裁 第12轮可能也会把钻石列入禁令 俄罗斯是世界上钻石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美国财政部估计 俄罗斯2021年钻石出口总额超过45亿美元 俄罗斯钻石原石目前占全球钻石贸易的30% 如果比利时的钻石业者被迫转向加拿大和非洲进口原钻 代价会相当的高昂 另外 以色列也拥有悠久历史的钻石加工和交易中心 伊哈战争同样冲击全球钻石的价格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诚挚的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